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韩版9月第三周的更新 那本周的更新因为遇到了韩版龙之怒大改版的内容啊 所以相当的多 我们先慢慢来看一下吧 9月第三周的更新内容 我们先讲左半边 左半边这个内容先讲 我就念过了 好等一下再看 左边是 第一个龙斗王族觉醒 第二个是龙斗王族职业转换 第三个是龙之怒雕像buff 第四个是龙之大师宝箱奖励开启 第五个是龙之怒签到更新 第六个是签到每周奖励更新 第七个是限时进能书贩售 第八个是硬币兑换活动 这次开放的是四种硬币 第五个是龙之隐藏之地的boost活动 第十个 就是欧灵的痕迹第四季 然后在左边 第十一个是再开金币商店 第十二个是新大师工程站亚丁城 右边第一个是战利品商店更新 第二个是新增的13个新圣物 第三个是新增血蒙组队系统 右边第四个新增神话级装备 右边第五个装备能力调整 锁天剑还有匕首 右边第七个是新增红利商店物品 右边第八个是重生服新增三种守护心 右边第九个是重生服新增传说变身娃娃 右边第十个是个人血蒙移民开放 右边第十一个是周末特别制作内容 右边第十二个是九月第三周的限量 呃限量制作 右边最后一个是新商城礼包 好这就是九月明天的内容超级多 好我们先一个个看啊 第一个龙斗觉醒 然后这个技能 有另外一个页面是讲更完整的技能说明 那我这边简单念一下 左边第一个就是龙斗的第二经济阿修罗 中间是招架 右上是龙之精通致命 左下角叫做寻心者 中间是锁链打击 右边是新技能失控 应该说究竟啦 原本叫做弱点曝光改成失控 王族的技能他放出来的六招 第一个是左边第二经济凯撒 中间帝国屏障能力调整 右边新技能 王者之剑大师 然后左下角是那个召唤盟友 这边是剑气 右边是尊严 可怜的尊严 再来是龙斗跟王族的职业转换 这边我特别讲一下 龙斗转值的那个费用是700万天币 75以及以上的角色 700万天币 王族转值要花3000转 一个伺服器限定5个人转王族 而王族 好这是王族转值 好再来就是龙之怒版本改版之后 开放龙之大师雕像 龙之大师雕像 然后他的能力值是血加100 磨加100 远近法商加1 DVE减免加1 经验值3% 持续时间3个小时 然后再来往下看 下面一个就是龙之大师 龙之大师这个奖励箱子可以开启 可以获得一个收集品的龙之大师的凭证 右边就是特殊符石TJ 符石就是我刚刚讲过的 可以赎回然后转换符石 然后龙之大师的凭证 塞收藏能力是决胜一级加5% 决胜一级增幅加10% 然后时间到10月18号 再往下看 这边讲的是龙之怒迁道更新 龙之怒迁道更新的内容 左边第一个第七天 可以领到的就是 综合卡包 综合的高级卡包自选 然后中间这个是14天 可以领到的第一个TJ 是特殊娃娃合成 21天可以领到的是特殊变身合成 28天可以领到的是特殊饰品赎回 第35天领到的是圣物合成 总共5张TJ 含上面那一张 来再往下看 这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迁道 我们简称高级迁道 这个就是要另外开启的 上面这个是35日迁道 这个就是花 可能是写萌商 商城再去购买开启的迁道 他领到内容是 第七天可以领到 神秘的珍珠战斗卷轴 卷轴那个道具 可以直接持续15天的buff 第14天领到的是圣物卡包 3包 21天领到的是硬币箱5箱 28天领到的是娃娃兑换券 35天领到的是变身兑换券 这个兑换券可以兑换 兑换对应的最高级卡包 1包 做这样子 就是一般的最高级卡包 其实他大可以把这两个 放成原本的最高级卡包 这样就好了 比较简单 然后这边开放的是现实技能兑换 本次现实技能依旧开放 英雄跟传说级的技能 然后他的玩法 就是跟上一次圣剑改版一样 是可以自选你那个职业的 某一招 某一招技能 比如说你这个职业有两招 职技可以选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招 一样是这样子自选的 然后再来就是 你们要的硬币兑换 这次开放的是四色硬币存仓 你可以使用四种硬币的11万 去兑换一个10万硬币的箱子 每一个账号 每一个箱子可以换10个 所以总共可以存仓转移 100万的四色硬币 然后这次开放圣物币 等于说你可以圣物币 制作成箱子存仓 然后给另外一个角色开 然后再来 还有开放原本的 名誉币转换的三色币 那这次比较特别是 他开放了转换圣物币 原本是只能转到变身跟娃娃 现在可以连圣物都转换 然后用25000的名誉币 可以制作1万的三色币箱子 一个账号可以做30箱 所以就是最多75万的币 可以转换成30万的 其他三色的币 然后再来往下看 再来往下看 这个是那个 新的那个副本 叫做龙影之地 龙影之地 就上面翻译的 龙之影声地boost那个活动 它是一个副本 那本周的能力是 掉落物品还有经验值提高1.5倍 提升1.5倍 然后里面有一个每日任务就是 每天可以打100只龙影之地的怪物 就可以解到成就 获得一个龙之令牌 然后龙之令牌可以兑换的物品 这边我讲 其实就是一般的物资啊 那我讲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里面可以兑换红龙砂漏 还有龙影之地补充石 那红龙砂漏的能力就是 在龙影之地练功可以获得100%经验的加成 这个是只要一兑换就会自动倒数的 一小时后就会消失 它可以持续一小时 那补充石就是可以补充一小时的龙影之地的时间 好再往下看 欧灵痕迹第四季 欧灵痕迹第四季又来了 可怕 欧灵痕迹第四季它里面内容就跟之前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改变 打完第十关困难依旧会给你一个欧灵专家的称号 能力值是一样的 然后我看过欧灵痕迹里面兑换的物资 也是跟我们目前都一样 没有改变 关键还是第一个 就是那个25箱的视频兑换卷轴箱 欧灵视频卷轴箱才对 然后再往下看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再开金币商店 在活动期间这一周 那个之前有出现过啊 就是高级的那个每日抽卡金币买的 加开一张 等于说可以买 原本可以买三组吗 可以在这个可以多买一组 第四组 可以再多买 就多抽一张变身娃娃还有圣物 然后再往下看 这边是开放 新增大师级工程站 雅丁城 然后它的开放时间是礼拜天 然后每五周循环一次 所以要看我们下一次 我们台版或韩版哪一个哪一个礼拜天开放 下一次再轮回就是五周后了 每五周一次 等于说大概就是每一个月会有一次雅丁城的概念 然后它能参加的 这边说明是比较比较复杂 所以到时候可能还有专门的一个工程站的贴文在说明 那我这边把目前我翻译到的资讯跟你们整理一下 然后我讲一下哦 它是申请这边是讲他们全部能够进去的伺服器啊 能参加的伺服器的去各区 好这边讲的是雅丁城工程站的条件 第一个申请条件是王主等级55级以上 第二个是参加的条件是必须你要是奇岩城主盟的成盟的成员才对 那其实这边写的我就觉得有点模糊 因为就是他他上面这条写的啊 就是王主55级以上 然后并且拥有城堡 但他这边没有注明说是奇岩城 还有一个申请条件申请条件 第二个是参加条件 蛮奇怪的 参加条件是说要奇岩城的成员 然后申请条件应该也是我看一下哦 应该也是要奇岩城的成盟才可以申请这样才对 然后之前有说嘛 他是奇岩城的成盟带他的联盟可以参加 所以这个应该正确的 他这边可能是Google翻译有点出入 因为看名字是差不多都是城堡 然后第二个是开放新工程兵器就是弩炮 弩箭还有那个防御塔火炮 防御塔火炮 然后第三个讲的是 新增 雅丁城应该是新增雅丁城副本 这个入场条件是你要是雅丁城的 解盟还有他的联盟才可以参加 使用时间是每周六小时 和一般城堡的时间是分开的 独立的城堡地间大师地间 然后第四个讲的是雅丁工程副本 就是雅丁工程有一个抵抗军 抵抗军副本 这就是抵抗军副本 那他里面是全区安全区 然后里面不可以记忆坐标可以传送 入场条件为85级以上的玩家 然后你要有参与 就是你 你的条件是你不可以是参加工程的写盟 有宣战的写盟成员都不能参加 还有还有他的联盟都不能参加 这等于是开放给雅丁城工程站之外的人参加 去进去的副本 然后他是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可以进去 必须要在工程期间才可以进去 等于说这个副本里面应该是满满多内物资的 因为他是每五个礼拜才可以打一次的副本 因为坐在工程期间才可以进去 进场的费用是50万天币 然后不可以挂机排成就这样子 雅丁城 这是另外一个这是给没有工程的人 可以在那个一小时内去玩的大师副本 安屈啊 然后下面这个讲的是战利品商店更新 那么我这边直接 这是原本的肯德城跟奇人城没什么重点 我们跳过 因为他里面东西其实就是战利品箱子 不知道什么东西跳过 我们讲雅丁城的 雅丁城这边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错 但是最后面两个应该是重点 第一个是 好像这两个是补充石 第一个好像是魔族之地补充石吧 好像是魔族之地 魔族之地补充石 下面这个是城堡地间 雅丁城的城堡地间补充石 好像是这样子 对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这个是新的道具叫做 呃就是原本的赎罪圣书 他可以补充2万的正义值 然后他的取得方式是在 雅 奇人城跟雅丁城的战利品箱子可以开到 好再往下看新增13个圣物 单绿四蓝三红二子一斤 总共13个新圣物 能力值目前不强 卡吃目前不强 要等到3点之后的文字档才会知道 好再来往下看哦 第15个讲的内容是新增 写蒙编队系统就是我们刚说的写蒙组队 你会在组队的名单上面右边多一个写蒙编队 然后写蒙编队这边就是 你可以直接看到目前的编队状况 写蒙成员可以查开写蒙编队 然后这边是如果 如果队长没有特殊职位 成员可以自由加入和离开队伍 你可以自己选择加入 然后再跳出这个编队里面 都没问题 然后这边讲的是 如果是王族或者是守护骑士 可以成为领导者 这边可以建立为领导者 然后可以分配或驱逐这个队伍 他可以自己指派队伍加入 可以就是等于说领导的人 有职位的人可以自己可以帮忙编队 然后下面这个是如果是你的 就是指挥官 那个 编 如果是编阻指挥官 可以召唤所有的写蒙成员参加写蒙会议 特个写蒙会议召集 然后第16条是新增神话装备 爱伊尔的决心 这是一个币甲 爱伊尔的决心 然后能力值这个能力是爆尔干墙 他的能力值是防御 基本防御9 然后无视PVP减免加5% 再来是强化 呃这边另外一个是呃 等一下 无视PVP减免加5% 然后PVP减免加5 等一下哦 我我我重讲一次 这是无视PVP减免加5% 然后PVP减免加5的样子 然后这个强化值加3以上 每多一点 会多一点无视伤害减免能力 所以加3之后就会递增这个无视伤害减免的能力 然后再来这有分职业 左半边近战 如果你的职业是骑士黑妖狂战死神跟雷神的话 你会额外获得力量加5 近伤加5 运命加10%的能力 右边如果你的职业是妖精跟枪手 你会获得敏捷加5 远伤加5 运抗加10%的能力 一个是运命一个是运抗 差别在这边 再来往下看 第17个讲的是 调整锁链剑还有匕首的能力 部分然后这边说明是部分 英雄级以上 就是红武以上的基础能力值 还有技能会调整 然后新增装备 新增爱丽丝锁链剑 新增迪比斯锁链剑 新增爱丽丝匕首 新增迪比斯匕首 然后再往下看 这边讲的就是 新增红利商店 这个比较特别 因为红利目前可以换变身 还有娃娃红卡自选 他这边新增了红色圣 红色 卷蛇好难选啊 红色圣物 红色圣物的选择箱 红利72万可以兑换 他里面只可以选两者自选的 一个是伊弗利特之矛 一个是海陆拜之宫 就这样 好再往下看 第十九个讲的就是 重申服 第十九个讲是 重申服这边 新增三个守护星 重申服新增 紫变跟紫瓦卡 后面讲是写蒙 常态移民开放 然后接下来就是周末制作 韩版这一周的周末制作 就比较一般 有100万的名誉币 然后 圣物卡包 救世都福石 最高级卡包等等 还有加六的水晶 之类的 好再往下看 然后韩版这一周的商城限定制作 有成长的裤子 这是稀有的 成长裤子 还有真 经验套装 然后后面就是礼包更新的内容 那这个就是EP礼包 章节礼包再开 这通常这周改版的时候才出现 章节礼包再开 内容物的话我觉得一般般还好 然后这边就是他给制作的东西 这就是红色的 红变卡红瓦卡制作这样子 然后再往下看 这边可以制作紫技箱 传说技能选择箱 也是会失败 成功做会给你传说箱子 失败给你红技 好我们再看一下什么重点东西 这边就是一般的物资 其实都还好 这边应该都好 好 其他的礼包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重点啦 只是这边会有一个 有这个包 又有这个祝福的欧林卷择包 但他这次不是说直接 给你什么8张或10张 他是给你那个补给箱 补给箱里面你可以选择 10张祝福欧林卷择 欧林卷轴 或者是100个 饰品防暴卷 或者是 30个纯白万能药 三个三三选一 所以说我们他就是开家 他就是鼓励玩家 课掌级玩家一支把饰品点到加7加8 所以他才不断的出这个欧林卷轴 好以上就是韩版明天的初步更新内容 详细内容也要等到三点之后的那个文字补丁档出来 我们才会知道哦 好我是丁丁 今天的影片感谢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